KRB 我覺得大家對於我是頭號江黑的部分 一直有個誤解 大家是不是以為江黑 只是發發豆漿醜燥 拍拍豆漿的肥度就叫做江黑 對是沒錯 為了當個稱職的江黑 拍出清晰的豆漿醜燥 所以我在去年砸重粉買了這台全片幅的Sony A73 因為感光元件比較大 在光源不夠的室內一樣能錄到高品質的影像 豆漿麻煩一下喔 因為我們預算不夠買自動轉盤 對對對對對 好再來一點再來一點 好可以了可以了 當漿黑絕對不是只要購買高畫質相機就好 我舉個例子 這是各位熟悉的 肥宅翻滾 這個顯露豆漿肥度的畫面 除了需要A73提供的高速自動對焦 更需要的是鏡頭背後所做的努力 那我們就看一下實際的拍攝現場 哇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好來的 你們這樣看嗎 好 這樣子 這樣子看過你的 好… 好… 停車 好… 什麼樣子 …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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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翻完 有沒有啊 這樣子有沒有啊 你看我啊 就這樣 你學好 你看喔 這樣子 這樣子有沒有 再過來 有沒有 對 A7-3 至於拍醜照這件事 也相當不容易 這台A7-3 我當初購買的原因 就是為了這個 動物眼對焦的感覺 對焦速度極快 在醜照發生的瞬間 才來得及捕獲 但即使有了強大的A7-3 每一張醜照的背後 都還是有一段故事 最好的 我沒有想要 這台B7-3 穆 我就打開 我搭拌了 我搭一隻 我搭一隻 我搭拌到 我搭一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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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我搭一隻 那不是 我搭一隻 在做出 你沒有面對鏡頭啊 兜宅 大家也很常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駿龍醜照這麼少? 因為精力旺盛的駿龍 只要看到攝影機在拍他就會... 今天這部影片說讓大家了解身為江黑的辛苦 讓大家知道一下我拍醜照跟錄肥度的工具 就是台Sony A73 買了一年到現在還是覺得非常好用 拍照片跟影片變簡單 也更鞏固了我頭號江黑的名畫 推薦給大家 而我呢 也會朝向頭號龍黑的名號努力前進 因為... 好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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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不行不行不行 感谢观看